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切一下 那相关的东西像HTML 跟 CSS 这边都非常重要 再来就是 Java Sphere 当然不是说叫你要完全了解 但是至少你要有一点 Sense 你不要连那种基本的 Sense 基本的 Sense 都没有 对不对 连那个我们会认为说可能是你应该知道 可是你却不知道 那就当然你会有一个问题 所以请各位还是花一点时间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边还有什么 example 还有 exercise 这边其实都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那个 W3 School 做的还不错 那你会发现有一个英文版 另外有一个 W3 School 的中文版 所以其实中国人蛮厉害的 马上删在一个 看那个英文 如法就改一下 两个应该没有关系吧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跟你授权 然后你的东西搬过来 我这边 我不知道 反正 感觉就是 很快就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就看出来 他其实就是很没质感 对他不给我脸 他把我封锁 好好听到 好 不重要 所以他感觉起来就是 其实也没有不好 就感觉就少了什么 就什么 感觉就不管任何东西 就感觉就是 就是有个地方不太对劲 不知道为什么 OK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觉 也不是说 讲他的坏话 只是说他可能会更好 但是目前没有那么好 OK 可以更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0604 那我们第一个范例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能够抓取一个很简单的 其实我们这边 很简单就是抓什么 抓底下这边有一个连结 所以你们等一下找一下 在下载第一个范例是抓取YouTube的清单 那因为我每个礼拜 都会把那个我上课的东西丢到哪里 丢到论坛 并且产生一个清单 OK 那如果说将来你们希望把这些清单全部集结起来 那当然理论上你应该要抓到这个 跟按右键里面的连结 假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以后的一个整理的话 影片名称 一个title 一个连结 以后你就直接点影片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样比较方便嘛 不然感觉好像很分散 那这个要怎么做 OK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把它点进去吧 反正看到 第二个的话特别只有按右键 我刚刚有提过 检视原始码 可是检视原始码 它是检视里面的所有程式码 我跟各位讲 当然或许可以看到东西 可是你光看到这些东西 我想你应该就不会想要 去找你要的东西了 OK 不然的话你可以Ctrl F Ctrl F可以寻找 但问题你还是要找到 所以教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请各位一定要学会 如果你要找里面的东西的话 有个很快的方法 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title的标题 请各位注意你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是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样式 因为每个title都会固定一样的样式 所以你只要找到一样的样式的名称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title的内容了 那可是问题我怎么知道它的样式是什么 特别说请你学会一招 在Google这边浏览器一定是用Google的Chrome浏览器 按右键 刚刚我们是用原始码 可是要记得请你学会不要用原始码 请你用按右键 在哪边按右键 你要找的东西的上方按下右键 这边有个检查 那这个检查意思就是说 它会帮你把你现在的这一个title 背后的原始码的位置 直接就帮你标注在那个位置了 而你不用就像刚刚检视原始码 从头找到尾 还把它用find 那这类似了 你直接按右键检查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它会直接按右键 特别叫检查 它会直接怎么样 帮你把你现在的这一个title的位置 有没有 mark起来 而且还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一个title里面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A 特别说A是什么呢 A就是一个link 超连接 在html里面 只要A开头的就超连接 OK 然后超连接后面有个class class就是它的样式表 就是我刚刚所谓的css 里面会讲到就是它的样式 样式的一个什么类型 那后面就是它这个样式的所有 OK特别说 那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我今天要找这个样式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样式很多个 有没有它这个标题里面放了很多个样式 那样式跟样式中间会用空白 所以其实有这个pl video title link 空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样式 第二个样式 第三个样式 第四个样式 就是都跟title有关系 不过有的时候你可以全部给 或者你只要给那个第一个 或者其中一个 你就会找到你要的内容 OK 所以第一个大家知道一下 按右键 有没有 我们按右键 可以检查 找到它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知道说我的class是这个 所以关键地方就是超连接的类型 是这个 那将来呢 我就给它什么 你帮我找一下 所有的这个类型的属性 什么属性呢 特别说 它的属性 我主要找到什么 它的超连接 有没有看到 它有个属性叫什么 HREF 这个就是它的属性 所以我将来就用一个get方法 帮我get到HREF里面的value 帮我带回来就好了 这样就抓到了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个什么 它里面也有放什么 放它的资料 不过资料 前面并没有标 并没有什么属性 这个理论上就是放在它的.text的属性 所以你直接把.text抓到 就可以抓到里面的文字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要抓谁 抓它 A 那A 其实在这个网页里面有很多A 就超连接 那 这个A跟其他的A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它的class可以辨识 OK 用class去辨识这个超连接 其中我们抓到它的HREF 跟它的Test 那我们资料就可以抓回来了 OK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但是呢 我要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实要必须借用一个模组 叫做Beautiful Ship OK 所以我先转一下程式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程式已经写好了 其实程式不多 总共大概就十行 OK 理论上 这个应该 GETS 这个应该一行 大概十行左右程式 不过呢 会用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 这个module 叫Beautiful Ship 它是在 BS的套件里面 这个前面是套件 from哪个套件 input哪一个模组 套件实际上就是SRC 那这边会出错 我把它执行一下 它一样会出现什么 出现说 你no name no module Name的别 表示说它找不到这个东西 其实跟那个replay一样 你要把它安装 安装的方法都一样 第一步 我复习一下 直接找到哪里呢 找到我的C点底下的 这个 哪一个 我的那个 Python的373个那个目录 OK 我的Python在这里 第二步的话呢 我直接在上面点一下 CMD 找到我的目录 打CMD OK Enter 然后跳出来之后 然后打一个什么 打个Python Python 然后1-m 然后后面加一个pipe 空一个install 后面的话记得 那个名称 它有固定的名称 所以我切过来这边看一下 名称的话 一定要叫做这个 叫Beautiful 是不是 OK 你这也不能打错 少一个字都不行 Beautiful 是不是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 我自己知道 其实你可以去pipe 那个 那个官网上 Pypi那上面 它就会帮你 给你那个讯息 你想要找到这个 你Google它 它上面都要告诉你 怎么安装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个不会安装的问题 那我就直接把 刚刚那个贴过来 Beautiful 是不是 Enter过 这样就安装完成 就OK 所以以后 反正你要安装 就同样的方法 再做一遍就好了 它就帮你从 server上面 帮你下载了 那理论上 其实你只要看到 关键字 其他看不懂没关系 你只要看得懂 Succeed 什么 Succeed for Succeed for Enter 就OK了 表示说你已经正确 安装进来 其他看不懂没关系 其他不是很重要 但如果你想要看 你自己再了解一下 它底下是有说 你那个type版本 它也就要update 不过不update也没关系 当然如果你想要update 好像前面有讲过 怎么update OK 好 那我们安装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再run一下 刚刚的程式 这个地方本来有 有错误 对不对 现在就OK了 来 大家看一下 执行一下 我需要什么呢 请你帮我把 网路上面的 那个网站里面的标题 跟它的超连接 帮我下载下来 当然未来 你也可以把它切成一个 CSV档 甚至你也可以把很多个 一起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呢 全部在 所以输出成 比如说我们上课 到今天为止 已经是第 今天大概第九次了 对 所以前面嘛 第一次到第八次 每一次呢 其实都会有个连接 也会有一个 这个 上面有一个 这个是 我们第几次上课 然后底下会有title 还有link 那如果我希望把 历来所有的上课内容呢 帮我建一个CSV档 有没有 一个title 然后 它的一个特征 A其实在超连接 所以在这个网页里面非常多A 那我要找到特征 那我知道它的特征是什么 就这一个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class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get它的h 所以先get 先取得它的tst 所以程式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步一样 一样要配合request 这个部分一样 request里面有get方法 前面都用过 然后呢 把我们刚刚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link 有没有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超连接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贴过去 那它就帮我把它get回来了 可是get回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print它这个结果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它一定是抓什么 抓那个原始码 所以这个get回来 然后把这个 里面的东西print出来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话 丢到html的test 那你会发现这里面应该会一堆东西 这是原始码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哇 BeautifulSoup真的是非常棒 如果没有BeautifulSoup 就很麻烦了 你要足够足够去找 就像说其他语言 就是没有BeautifulSoup 这么好用的模组 如果有的话 那其实也很OK 另外的话 我觉得Python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语法非常简短 恶药 清爽 OK 那你会发现第一步 它抓下来了 但就抓这些 抓这么多 不用 OK 所以第一步 我们不是要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就是把刚刚的html 有没有 丢给这个BeautifulSoup 去做什么呢 去做一个解析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利用那个BeautifulSoup 这个模组里面的 这个BeautifulSoup 应该算方法 它里面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 只要丢给它什么呢 我们下载的原始码 加上后面加一个html 点parser就可以了 不过特别的 这个是固定的写法 里面你就写这样 当然它还有几种的 爬取资料的模式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比如一般是用这个 是最简单的 那就会产生一个sp的物件 这个sp物件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它里面有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叫做Find 特别说sp里面 后面其实只要学会 基本上两个方法 大概就足够 把网路上的资料 简易的爬下来 一个是Find 一个是FindAll 那Find是什么呢 Find第一个 它只会找一个 那FindAll的话 是全部找回来 那理论上 因为我们要找的那个标题 其实不止一个 所以刚刚看到这上面 我们总共的话会有一个 两个 总共五个 然后呢 我需要针对这个标签 所以我针对这个class 其实你可以这样 Ctrl-C Ctrl-F 你可以把这个贴上 Ctrl- 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几个match 它就会显示出来 五个match 有没有发现 Ctrl-F指的是寻找 那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网页里面 这个同样的样式 只会有五个地方 那五个呢 就刚好是从第一个到第五个 那所以呢 我可以从这边找到 就这五个 那我可以从这五个里面 抓到什么呢 抓到它里面的test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法 我知道这个讯息是 我Find O 然后把这一串 有没有 当然你可以放一个 或者你可以放全部 像我刚刚 我在程式里面是有放 或者你可以全部 全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个 点两下 然后Ctrl-C 放在哪里呢 记得是放在 Find O后面 我要找什么呢 第一个是它HTM的标签 我要找A 超连结 空一个class 你就把class东西 丢到 逗点后面这个讯息 所以把这个东西贴上 所以我们刚刚那一串 或者你甚至可以抓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我们print什么呢 print那一个 例子一 假设我们先不要 还没有 我们先把那个 我抓到的这一个 把它print出来 目前看到 里面居然是空的 可能有 这空白还是什么 这一个 可能有其中有一个class 干脆我先把这个class 先取第一个class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可能你后面 其中有一个class可能有问题 我们先抓第一个看看 然后 实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会抓 刚好有没有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 OK那就把我们上面要的东西 先抓回来 但是这不是我们最后要的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 再从这个list里面抓到我们要的 把它print出来 那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聊 第一个先把那个什么 beautiful soup先装起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看您了 怕吗 如果现在 需要 搅拐 好